带大家来分析这个侯管配的效应 还有两个人呢 又有合照又有见面 我就来请教我们政治中心一哥起名歌 我们知道呢 这个管中民过去他当过国发会主委 这个经建会的主委 同时呢他也是学者出身 所以这个学者配行警 这样的搭配算新鲜吗 那过去大选以来有出现类似搭配 还是说正副手搭配有没有什么美感 在傍晚的时候 在我们政治新闻 最夯的一个话题就是 侯管配有没有可能 结果莫名其妙的 侯友宜好像听到我们在讨论 他就po了一个脸书 觉得自己耳朵很痒 他前几天去拜会了管中民管教授 然后让我们就觉得 哇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侯友宜在里面当然就是跟 在脸书上面的内容就有提到说 跟管校长 就是管台大前校长之间 有一些彼此的互动讨论 然后也提到了一些把管案 这是当然大家这个新闻话题 彼此的一个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聚焦在教育 是 外界会好奇 侯市长跟管校长之间 有没有一些互补性 甚至可能出现一些搭配的可能 我们客观来看 就是侯市长虽然是在当新北市长 可是他是家里出身 他本土的这个形象很强烈 然后台语讲的真的很棒 很lander 那就审计上的一些平衡 如果在国民党的这个区块里面 的确侯友宜跟管宗敏在省级上是平衡的 在南北上面也是平衡的 因为如果以出身来说 家里出身的侯市长跟大部分在台北工作 他其实念书就业都是在台北的管宗敏 都是平衡的 可是比较唯一可能 有一点点可能会遭到批评的就是 所谓的男性女性性别上的一些平衡 性别的平权的部分 对对对 这个当然在现在 性别平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国民党会考虑的一个重点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当然侧面了解 目前管校长他可能对于接这个所谓的 他其实是有真的有人问过他 有被征讯过 对要不要接 他意愿到目前为止 我所掌握的不是很强烈 也没有意愿不高吗 强烈不是很强烈 然后可能他对于目前国民党的 有一些人或有一些作风 他也有一些一些自己的意见 所以要不要看怎么整合 你说侯友宜跟管宗敏的搭档 在新闻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我们新闻记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操作 我自己看就觉得 刑警配学者感觉一文一武啊 很balance 眼睛为之一亮啦 这个我们都很好下标 很好跑行为 对对对 可是你就以目前台湾的政治局势来说 就是可能本土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大方向的 对 这样子的一条路的话 管校长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还是国民党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也是管校长自己本身 他自己要不要接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所以侯友宜配管校长 在新闻上面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会不会成真 我们拭目以待 好 我们谢谢我们政治中心 一哥请民哥今天加入我们的讨论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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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